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六 我们来分析一下大马手套股四大天皇 Togrove,Hatta,Corsair,跟这个Supermax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Hatta 可以看到呢 它正在处于这个筹码峰的最低价附近 大概是在3.28 它被这个蓝色线押住 POC也是押住差 迅速的是说它才是处于200天均线上面 也被这个蓝色线支撑住 底下这边有很多这个支撑盘 现在呢它股价刚刚是涨上去了 筹码阻地线的 沉着线跟这个指着线 算是止跌回升 但是 顶上还是很多套牢盘 还是很多压力 尤其是这个POC3.58 跟3.82 蓝色线 所以各位认为呢 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讲是止跌 但是你讲它要弹上去 回升的话 要突破这个3.58 还是有点困难的 短期里面 这些套牢盘呢 还是会压住它 不给它 表上去 3.58 就是它的阻力线 非常强的阻力线 应该是短期里面很难突破3.58 如果你是要做短线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反弹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 它会突破 这个4块钱 这个是有点困难 这个就是我对它大的一些看法 所以这个时候 就等 突飞你 有本钱 也是可以趁低买入 但是如果它跌破这个 3.18 啊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要止损了 也不可以随便的冲进去 Toglove Toglove的图 更加惨 比Hatta更差 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蓝色线 紫色线 紫色线 跟橙色线呢 都是在压住它的 它收盘价是1.10 这些蓝线 紫色线 橙色线 压住它 支撑呢就是1.05 所以它的图是比Hatta更加难看的 这个也是可以明白的 因为它的基本面 也是比Hatta 差 这边 一大堆套刀盘 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 最少要等它突破这个 指质线 1.14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如果你要选的话呢 Hatta会比Toglove 跟Yah好一点 如果它再破1.05的话 可能就有一轮的下跌 所以 这个时候 就观察 看它是会突破1.14 才是会突破1.05 这时候 就 继续观察吧 不要随便通进去 Cosan Cosan呢 它 已经被这个 紫色线 跟橙色线 守住了 跟Hatta的图是差不多的 它现在收盘价是2.35 最大的主力线呢 就这一个POC 大概是在2.48 同样的 它也是在盘整住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2.48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场的 但是如果它跌破2.20啊 就是跌破这个指质线 这个就不要随便通进去 如果你有股的话呢 也要考虑把它抹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就等罢了 是看一下它突破2.48呢 还是跌破2.20 那时候再考虑要怎么去操作 Supermax 它是里面最差的图 它已经是跌破了这个200天均线 被所有的筹码主力线压住 整上一大堆套牢盘 是最差的图形就是这个Supermax的 各位认为呢 只要它没有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也就是0.88 基本上是不用考虑的 它现在价钱是0.875 可能有机会站上去 但是老实说 就算它有能力站上去0.88 两盘的均线 短期里面你要它突破这些套牢盘的话 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看了这4只股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呢 站在技术分析来讲呢 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就要看Hatta和Corsan 操作可以考虑 Supermax呢是不用考虑的 而Topcroft跟 而Corsan跟这个Hatta呢 现在盘整住 要等它出的方向之后 是突破阻力呢 还是要 它是跌破支撑 那时候再考虑怎么去操作它 基本上现在手套股呢 的图并不是很漂亮 大家就去去观察 看一下它 这个礼拜 的走势是怎么样 那时候再看吧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上 你要向我问的股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也是为其分析的 如果你想免费的加入我的WhatsApp小组 记得去留言区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在2023年上市的Opstar 第一天上市的时候大涨超过285% TTVHP大涨超过276% 来Sendgate 163% 可以看到呢 这几只股 在第一天上市的时候 都是大涨超过150%的 如果你错过了2023年的IPO涨潮 就不应该再次的错过2024年的 但是如果你想入场IPO 却是被线下认购的流程困扰 会不会担心 MOMO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支持线上认购IPO 只要你是马来西亚公民 只是需要线上操作 就可快速的认购IPO 省时又省心 除此之外呢 现在通过MOMO马来西亚 开CTS户口 和认购手续费都是免费的 根据我的经验 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可以通过本身的APP 申请IPO 就算有 也是要收费的 如何在MOMO APP认购IPO 很简单 你只是需要按照这个步骤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它的认购页 点击再选购就可以了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CTS account 你要依照这个步骤去开这个CTS account 打开APP 打开APP 在account那边 选这个 按MOMO 再按这个CTS account 按下去呢 你可能你就可以填这个资料 然后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CTS account 通常需要一天的时间来批准 过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的去认购这个IPO了 首先你可以去找有什么IPO是上市的 很简单 你按你的CTS account 然后按这个IPO 去MOMO这边按IPO 你就会看到所有可以认购的IPO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开始认购的时候 你只是需要按这个Subscribe 然后写上你的Quantity 数量 再按这个Submit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我个人呢 是不超过一分钟 我就可以提交我的这个IPO Application 最后呢 当然就是要等这个成绩了 也是非常容易的 可以直接在这个APP里面 知道这个成绩 如果有申请到 他就会说Successful 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是按Successful 非常的直接 按这个History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呢 他也是有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你过去你申请的IPO 有什么IPO是可以申请的 KOL的意见 他有一些消息 还有学习如何去认购 都是有这些功能给你去选择 如果你现在是用我的链接 去注册这个MOMO马来西亚 你可以呢 享受这些独家的奖励 现在呢 MOMO马来西亚有这个新客福利 180天 零用金 还有免费领取这个税股 价值421 他也是现在 马来西亚最便宜的券商之一 如果是交易 2万块的话呢 其他投行大概需要付 20块钱的佣金 但是在MOMO马来西亚 我只是需要付3块钱的平财费 当然这个是不好画这个Stamp Duty的 如果你是直接用我的链接的话 你才可以免费领取我给你的独家复利 免费使用指标3个月 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WhatsApp小组 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些潜能股 还有些免费的线上课程 现在就立刻的点击我的链接去注册 MOMO马来西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